启禀晋王 马郡主求见 马摘兴参见晋王 摘兴自从踏入太原以来 一再酿下大错 郡主可知 唐兴愿失职的首位 下场如何 本王下令严惩 仗则二十 最亏祸首是我 恳请晋王 谨降罪于摘兴一人 不要牵连无辜 你和那个混小子很像 重情重义 将自己身边的人 看得比自己还重 宁愿自己受罚 也不愿意看他人受过 这样的竹帅 容易深得人心 但却很难率军 打下胜仗 因为你们顾虑太多 本王驰骋杀场多年 他从心里唯一敬佩的主帅 是敌军的伯王 因为他的心够坚定 战场上 死亡和恐惧无所不在 唯有做到无牵无挂 才能冷静判断大局 下达正确的军令 一旦心有牵绊 那便是打败仗的开始 伯王 是我见过这世上最冷血的人 战场之上一旦失误 付出的代价便是万千性命 所以本王不容许犯错 但本王愿开特例 让郡主戴罪立功 多谢晋王 摘星定弥补之前的过错 请起来说话 眼前有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同时也非郡主不可 郡主认识契谈的宝纳公主 且交情颇厚 本王希望你 能够想办法破坏 禁兵蒙约 郡主若是答应 一来可戴罪立功 二来成功破坏戒兵 郡主渴望发兵攻敌的日子 就不远了 摘星亦不容辞 定不负晋王所托 别答应得太快 此行尚有一大难关 郡主极有可能见到博王 他们是登基大典上的贵客 郡主此行 必应以大局为重 纵然仇敌博王在前 亦不可贸然刀剑相向 坏了之后 本王与契谈交好的机会 蘇星鸣记在心 本王会告知郡主全盘计划 不过郡主若是反悔 本王便不勉强 纵然危机重重 也必须铤而走险 摘星愿意 放手一波 大话本王听多了 郡主得拿出行动来证明决心 世子 你这么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踱步的矫程 都可以绕太原城一两圈了 摘星都已经过去好几个时辰了 一定是那个老头为难他了 别看那个老头平时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骨子里绝情得很 不行 我得去找他 世子 世子 世 我没事 别再为我闹事了 在门外就听见了你在骂你爹 世上有你这种儿子吗 郡主 还好你回来了 你要是再不回来的话 世子他可能要把整个晋王宫都给烧了 怎么会有助寿面啊 开不开心 惊不惊喜 你怎么没告诉我 今天也是你娘的生辰啊 不过还好 马静告诉我了 所以我就让大总管 都准备了一份 谢谢你 姬冲 我娘若是在天有灵 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扎兴 那个老头没有为难你吧 晋王 给了我戴罪立功的机会 明日出发 前去弃坛 出席新大王的登基大典 借机破坏戒兵盟约 那太好了 凭借郡主跟公主的交情 还有公主的正义感 如果他知道 伯王这么对你的话 一定会出手相助的 我反对 马扎兴 那个老头现在在给你出大难题 既然两国已经签订盟约 怎么可能会凭 宝纳公主的正义感 还有几句话就翻盘啊 你们两个想得也太天真了吧 宝纳 只是我此行的敲门砖 并非晋王 逆转局势的计划 那老头的计划是什么 赞不奉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看来那个老头还真是变了 不仅破天荒给你赎罪的机会 还告诉你通盘的计划 好吧 计划我就不问了 我也同意你去 不过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此行 你一定会见到波王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 根本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他 难道你想依乱几时 自寻死路 郡主 我觉得世子说得挺对的 你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怎么面对波王 等我准备好 那得等到和年和月 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命运在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就让狼仔离开了我 让我知道了楚葵的阴谋 有没有准备好 有何差别 只能面对 若是依你们所言 那我现在只能待在波王府 傻傻地活在波王的谎言里 为了我爹 为了马家军 为了晋国 我非去不可 好 那我就陪你一起去 早就算上你了 此行 非世子不可 准备好 启离主子 明日一早 便可启程去汽谈木叶山 此次 你跟海蝶随行 闻眼留下 是 主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